迷失在一堆赚钱技术里面 是的重点是 我们不知道如何做选择 对我们不知道如何做选择 然后第二个我们的 我们会遇到的一个迷失跟状况 什么来打给各位 就是忽视了运用内在的力量 来创造 创造你的事业成长 我们常常在讲显化 显化之类的 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 显化到底怎么样 就是在那边冥想吗 然后想想想想 我信念调整就很开心的去做到吗 我们的外在却没有跟我们的 内在锻炼那些冥想协调一致 我们还是在会勉强我们自己去做一些 其实并不是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或者是 不符合我们天赋的一些事情 因为所谓的内在的力量 包含你内在的热情 你内在的渴望 包含你这个人的天赋 包含你这个人的人生使命 包含你的这个灵魂愿景 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 来主导你到底外在要如何去创造 外在要如何去做行动 所以这是我所谓的四不一致 它的四个部分 思考情绪行为跟能量 是不一致的 有了解一次吗 那像我有一个学员 他也是一个讲师 可是他在卖实体的产品 然后他会推过演讲行销的方式 来去销售他的这个产品 大概进行了几次的这个一对一之后 他就问我说 之后我要怎么样 他要怎么样继续跟我去做一对一 然后让我来就是定期的 帮他去整理他的失去 去清晰他的目标 跟他的一些计划还有策略 那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他会想要就是 继续找我来协助他 成为他的这个事业的教练 他就跟我讲说 他其实请了很多外在顾问跟业务 可是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 很多的一些顾问跟业务 他其实没有跟我们有相同的 身心里成长的背景 然后他们都是很注重 外在逻辑的一些技巧跟方法 我不是说那些外在逻辑技巧方法 没有用 而是有的时候 像我们这些学生心里成长的人 我们有时候会知道 有时候逻辑跟直觉 我们会希望可以相信直觉一点的力量 所谓的逻辑就是你要完成一件事情 可能会分十个步骤 他会教你逻辑就是按部就班的跟你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对不对 按部就班 这个叫逻辑 但是什么叫做直觉 什么叫做灵感 直觉跟灵感呢 他就是会告诉你怎么样从一 直接跳到十的方法 各位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 你们觉得我们要完成一个目标 一定只能按照别人所说的 那个按部就班的方法来达成吗 还是有可能我们可以用什么 我们可以有一些灵感跟直觉是直接去创造的 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内在虽然一直不断在冥想 可是我在外在做的东西 我还是有点勉强 我要去做一些 我觉得其实我不是非常擅长的事情 可是老实说这样做就会有效 所以我就逼着我自己这样去做 但是这样的做法 其实忽视了什么呢 然后忽视了我们内在的 我们内在的喜悦 然后忽视我们刚所说的 你的天赋你的热情跟你的优势 然后我们会不知不觉 持续这样一做一两年之后 我们的事业系统建立在 我们根本不想做的事情 各位我就会常讲说 那这样跟我们自己去上班有什么不一样 上班就是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大部分的人 可能有其成上班族 他们在做的是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 是为了糊口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因为不想要就是被受限 我们想要自由 所以我们出来创业 但当我们出来创业之后 我们又很盲目的被周遭影响 所以我们去创造了一个事业的系统 一个流程 还有方法 一个产品 一间公司 但是其实我们根本做得很不开心